哈囉大家好 我是祥林 歡迎回到我們的方舟生存人進化 現在大家看到我手上抓的這張地圖呢 跟以前看起來有些不一樣了 我不知道說等我到時候上傳了之後啊 那個你們看到的畫面 會不會有我這邊看到 應該是不會有我這邊看到的好啊 看不看得出來 就是左上角那邊呢 那個地形有點偏白喔 這邊比較亮一點 還是像這樣好了 像這樣好了 左上方有點偏白 然後我現在人呢 就在那個偏白的 跟原來那種顏色的中間交會點這邊喔 也就是說在我背後這邊呢 大家請看 遠方那邊已經變成了冰山喔 原本那邊我都探過對不對 這地圖我都探過了 可是沒有想到他把這個地方 最近的更新吧 那個地方改成冰山喔 然後另外他還有沼澤地形喔 那沼澤地形呢 我目前還沒有找到過 那我這是開著船有沒有 然後帶著他從死亡小島那邊 跑到這邊來 上一集在稱霸死亡島嗎 然後南方那邊呢 看到有一些地方是偏紅的 他偏紅的我在想會不會就是沼澤地喔 不過那就是在南方那邊啊 那在各個地形呢 似乎都會有他們那個特殊的那個生物會出沒 這是不是有一隻什麼東西在這邊晃來晃去的 喔雷龍 所以呢 我現在就是 我也還沒有到那邊去看過 我也還不知道喔 所以 喔他他掉血掉好多 啊對他上一次就是他的裝備爆掉了嗎 我應該幫他修一下裝備的 修不了 可能修不了 好我得先看看我能不能幫他稍微再做一點裝備出來哇哇塞 這個介面搞的都不太會用 哇哦 哇哦 他這邊還弄得做分類了啊 然後這個圖案呢應該在之前的更新他就有先改過了那時候我看著就很不習慣然後 現在他這邊 喔整個物品欄這邊又改進了啦 我沒有加任何模組我現在不加任何模組因為我之前大家也知道說我這邊曾經到達附的嗎 那我後來想一想應該是因為我曾經加過模組的關係所以我這邊才會出現一些那樣子的一些問題喔 所以我短時間之內暫時先不加模組 然後這邊他既然分類成這樣的話我要做的是什麼我要做的是這個嗎 裝甲 裝甲的話有皮革的裝甲然後還有這個布的裝甲 所以皮革裝甲我做得了嗎 我沒有纖維喔 皮革的話我覺得我可以先做皮革裝甲給他所以纖維我幫他拿下來 不過我覺得 我個人是覺得啦 皮革的可能他帶著 他帶著可能不會有太多的好處 畢竟現在 我這個等級 我現在那個遊戲難度都蠻高 欸欸欸你幹嘛你抓我身上的東西在吃啊 哇他剛剛是抓我身上的什麼 跳蚤還是那種獅子有沒有 好啦 裝給他那個這個實在不多 不過他又快要升級了 到時候看要不要再幫他加一點血量 或者再加他的攻擊力好了 我怎麼覺得有一種 莫名其妙的喜感 好啦讓他再上來一下喔 那這裡面的東西呢 我這邊是沒有塞任何東西的喔 那我們現在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要幹了 那所以就先過去那邊吧 我是一路從那邊就滑過來 然後我就看到我這個冰山之後 暫時就先旁邊這邊先停著了喔 然後我在 滑過來的路上呢 那個有那個鯊魚就來攻擊我啦 他就直接衝過來攻擊我的船了 結果我的這個 圓人他居然就跳 他就跳水啊 他跳船 他泣船而逃 然後結果他在水上一直被打 所以他剛剛也是掉了蠻多血的 也是有一點那個原因啊 這是什麼東西啊 紅紅的 然後這邊再給大家看一下這邊喔 這邊的話呢 除了這個是中吼我還沒有馴服過的嘛 那下面這邊又多了1234 對又多了四隻生物的樣子 這邊又多了四隻生物喔 我想可能就是在沼澤的 什麼聲音 什麼聲音 這個聲音之前好像也沒有的喔 我在想應該是沼澤啊 還有這種冰的地形這邊會出沒的那種恐龍喔 所以我就直接過來這邊就行了 應該說遠古生物啦 直接殺過去 我們看看狀況就知道了 這種感覺 有種很奇特的感覺啊 因為我之前 之前經過這裡的時候啊 這裡並不是冰山喔 並不是雪地地形 那現在卻變成了雪地地形呢 這種感覺真的很奇特喔 這裡是 啊我曾經在這裡馴服過那個 那個帝王二 我曾經在這邊馴服過帝王二 對不對 大家記得那個場景嗎 啊我開始冰凍了不是吧 我怎麼開始冷凍了 意思是說 這個地方要靠近也很 喔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不應該這樣 不應該這樣 不應該這樣的 我要再上來一下 應該從這邊可以上來 我要先 我把船停在那個 我可以比較安全 的位置喔 我隨時要逃離會比較 輕鬆一點 我沒有想到居然會讓我這麼冷耶 那我應該要製作火把 抓在手上的話 應該可以那個 讓我不會一直掉血喔 對然後我可以騎在那個這個 猿人的身上 這地方竟然會讓我冷凍喔 等一下喔冷凍結束了 冷凍結束了 靠近就冷凍了耶 我這邊的環境真不是 真不是蓋的 所以我應該還要再看一下 我還有些什麼東西可以學的 也許會有 不知道會不會有那種 這個真的有改的比較精細一點 這邊的那個圖案 有沒有那種可以讓我穿著 比較保暖的衣服 算了 不管怎麼買 是直接衝進去吧 我覺得我還是 不了不了不了 我就 我的頭盔先給他戴好了 沒關係的 畢竟他是 打怪的躍腳 所以把他這個給我 給我穿吧 然後我把我的頭盔給他戴 OK 我自己就戴著這個吧 我這樣一看我的整個身體比例好像就怪怪的 就這樣戴著 然後 這個的話呢 這個到底裡面比較保暖我也不知道 然後我看一下喔 我把全部都展開 我這是 這是 這個才是展開全部 那我的火把呢 在這裡 我還插石頭 石頭地上撿就有了 石頭呢 直接撿不了 這個就可以了 弄個火把出來 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然後 在這邊 我現在吃一片肉 走 喔 我整個身體被埋在了那個 頭骨那邊 OK 我現在把火把點燃看一下 我點燃火把沒有用啊還是一樣很冷啊沒有用啊 這種冷 這種寒冷的程度會讓我一直掉血喔然後我把火把點燃也沒有任何的作用喔那我在這邊只會一直不斷的掉血喔 所以我不能夠深入太深我目前不能夠深入太深喔 不過反正我們就試著闖闖看吧 稍微闖一下 當我真的不行的話呢 我就趕快逃離就對了 這邊的 那個等級應該都差不多的喔 喔我被卡住了 去死吧 我認為他在這邊要 稱霸也不是問題的感覺了 那目前增加的一些生物看來有 好像有迷路的樣子 有那個路啊 不知道是什麼路就是 應該不一定是迷路 迷路不是現代還存在的生物嗎 不知道是什麼路喔 然後 唉唷 但是我要上去就是個麻煩了 他上不去 我的血一直不斷的在下降當中喔 我現在 而且目前看來我現在也還沒有遇到什麼新的生物 那沼澤那邊是不是好像有一隻大青蛙的樣子 沼澤那沼澤那邊會不會非常炎熱啊 按照他這個樣子來看 沼澤那邊應該會非常的炎熱才對 哇 現在才發現我這個圓人好像沒什麼 這邊為什麼會有 這邊就出現石鷹 欸這是水晶還是石鷹啊 確認一下 水晶 這邊就出現水晶了耶 等於說這個地方的環境啊真的是 很糟糕很糟糕了 所以他才會給那個水晶在這裡 看我的血目前一直在不斷下降就知道了 但是其他的一些恐怖 居然一點事情都沒有 真的太厲害了 這個時候就不得不說我們人類實在太太太太弱小了是嗎 好啦我覺得 好像穿著這個都沒什麼 沒什麼用喔 那就穿著這個吧 那個防熱的效果都不是那麼好 甚至連拿著火把都沒有用在這裡 去死吧 這家我最煩了他總是要繞半圈 他要繞一大圈然後他會回來攻擊 我要點後退不然他會太高 哇這個等級很高嗎 56 果然等級蠻高的我現在沒空幫他升級喔 探索比較重要一點 算了只是點一下的事情而已 加血量嗎 加一下攻擊力好了 打怪打的 勤奮一點 打怪就是可以 揮他一拳就把他揮死是最好的 我得確定我的血 我本人的血量如果剩下一半的話呢 我就得先逃跑出來 在這邊沒想到掉血掉了這麼快 有什麼東西嗎 好像還沒有特別的恐龍出現 這邊會不會還是刷著我之前 之前經過這裡的時候刷出來的恐龍 如果要新的恐龍或者新的生物出現的話 可能要把這邊的恐龍都滅了才行 那就來滅一下吧 這個等級都比較低一點了 這邊的話呢還有雷龍 隨時確定喔他這個還沒壞 他壞了的話不曉得他那個皮膚還會不會顯示出來 有迅猛龍在那邊剛看到 繼續往內部走吧 我的血真的已經快要就只剩下一半了 好快喔 哦 怎麼從後面來了 這家屋真的是迅猛龍嗎 是的 他是迅猛龍 沒錯他的名字是迅猛龍 今天從後面來 還好我把我的裝備 啊 啊 還好我把我的裝備給他了 他現在被打到都沒事 繼續往上面走 很好 這種等級2等級1的被我一拳 就死了 揮一拳他就死了 而且不怎麼掉血喔在這邊 那目前在這裡的話看到 哦 懸空的石頭我沒有空發呆了啦 看什麼懸空的石頭 我的血一直在往下降哦 呃 我覺得 我覺得我沒有往裡面走太遠哦 我覺得我可以血大概在 在掉多一點再往回走都沒有問題的吧 應該是的 我如果人死在這裡的話呢 那就很搞笑 啊 不過不過我如果人死在這裡的話呢 應該 應該怎麼說 我旁邊剛剛那個 旁邊那個不是就好像有放一張床在那邊的嗎 就我之前要馴服帝王2的時候 那邊就有一個據點 我可以從那邊重生然後直接趕過來 沒有問題我如果不小心死的話 然後剛剛這邊好像有看到哦對 種頭龍出 哎 種頭龍出現了 種頭龍也是爛大街的啊 現在種頭龍爛大街但是 其他的呢 其他新增的為什麼沒有出現 上面那邊呢沒有看到啊 哦他又在這邊留下他的足跡了 留下他的 足跡嗎 還是屎屎還是 哦那這一個呢打死掉 哦這邊好像就沒有出現什麼昆蟲了哦那個 大蜻蜓啊還是那個大螞蟻啊好像都沒出現了 下面有牛龍在那邊 但是他從這邊下去應該會很危險哦 他怎麼了 他跟誰打起來了 哎你幹什麼 這隻不知道幹什麼 直接就朝著我衝過來 哇這個雷龍不知道跟誰打我沒空看他我沒空看他那個 其實他們從高處掉下去也是會掉血的 只是他們可以可以承受那個掉下去的高度會比較高一點 就比我還要能承受這種掉落傷害啊 我那個之前才沒多高然後就要摔死了 所以我看我這邊目前在雪地裡面還沒有找到什麼東西 哦這邊就已經有 這邊有金屬了耶 不過上面也被覆蓋了一層雪了有沒有 而且我覺得啊他那個 在優化方面也做得更好了 現在我的畫面看起來就跟之前差不多 不過我的那個就不怎麼掉針了這樣子 確實是有越做越好 這個遊戲的前途是一片光明啊 我有沒有打到他我都不知道 我先後退一下 剛剛好像是完全沒有 等一下這隻是什麼 哦打死了 我差點以為他是那個精英怪就不就不妙啊 所以這邊也會出現長毛像 這是蠻正常的 剛剛天空怎麼好像掉下一顆 一顆什麼什麼炸彈的樣子 有鳥在天上嗎剛剛 我剛剛看到有一顆 對啊就這一顆 他怎麼從天上那邊掉下來 所以這邊也有這個假龍 哦我快死了快死了 我快死了 等一下 是這個方向沒錯吧 我如果要下下去的話 是不是這個方向 還是我這次往更裡面走了 不行不行我要趕快走了 我如果摸不清現在的方位 我走不到海邊的話 我也是一個很大的麻煩 真糟糕真糟糕 真糟糕我逃得掉嗎 我逃得掉嗎 逃得掉這冰山嗎 我想我一直往前面走好現在我的 好對看起來應該是在往那個海邊走沒錯 就這個方向對了 好這邊好像就快要出去了 但這邊有一隻牛龍在這裡 我還有蝎子啊 有牛龍就算了 我怎麼還有蝎子 我快死了 我的血量現在已經快要快要不行了 蝎子要來了 來吧來吧來吧 打死掉打死掉了 OK 哇這邊要跳下去了 不要亂跳好了 哦 我已經開始聽見我的心跳聲了 不過只要一直往這邊走 我想就沒問題了 那邊下面那下面就不會冷了 那下面就不會冷了 啊 哦 不過這邊到處都有這個水晶了 所以來這邊一趟果然沒錯 啊重點就是 保暖保暖工作要做好 請做好保暖工作 在這邊我直接從這邊下去好了 因為如果說從這邊跳到水裡面去的話 跳水裡面去的話是怎麼樣 好像都不會掉血 OK 沒問題了 我終於脫離了那邊 那目前還沒有看到那個 哎 哦他累了 原人已經累了 不過他還是他還是很拼命正在往前衝 太好了 原人感謝你 哦 我先跳下來一下我快死了 為什麼有暴龍在那邊 遇見這種情況最好是不是要開 用開槍的方式面對他 他會不會就被打死了 不行經驗之是我的 哎 這邊還在人哦 我不是都已經遠離那邊了嗎 就剛剛那邊踩著的那邊也會人哦 那這邊然後他都快沒血了 我就補補幾下好了 賺一些經驗值吧 好經驗之後賺到了 這兩隻嘟嘟鳥有點可憐就不打了 天啊 我再去確認一下我那個床的位置好了 那一個是我的船不是我的床 船上 船上能放床的嗎 這才是重點哦 船上能不能放床 如果能放床那不是 等於說就是一個可可移動式的那個 重生點了嗎 我看一下能不能做一張 哎可以耶 居然足夠哦 做吧做吧做床 而且還可以做第二張床 我把它放在這邊 然後我游到 我到到那邊去看一下 我覺得畫面也變得比較漂亮了 哇我這邊又開始冷了 不要啊 哪有那麼冷的啊 進到水裡面去沒有那麼冷 水裡面通常 水水裡面就不會有那個 如果說那個外面是零下的話 來 哦可以耶 可以耶 可以耶 意思是我可以 就在這邊重生就好了就對了 意思就是這個意思了 是不是這個意思 什麼叫做意思就是這個意思了 我在說什麼 因為有點激動 哦我這邊做不了箱子 因為我沒有足夠的木頭了 我覺得可以放書櫃對不對 一定可以放書櫃 我只要三十個木材 就可以放書櫃了 我看 我看這個也不用放牆壁了啦 好不好 也不用什麼放我們牆壁什麼的 因為到時候就佔了太多的東西了 啊他只有四根木頭而已哦 好啦你你陪我一起去砍樹好不好 我們看能不能讓這張 這一艘船上面的東西 就盡量的豐富一點 來 雖然我快要死掉了 不過沒有關係了 很快我就可以復活了 我來插一些 插一些木頭走 收集木頭 下一次再繼續進去吧 而且因為我目前看起來 我好像 新的生物在我的這個存檔 都還沒有刷出來哦 這真的是要等 那個新生物看什麼時候會刷出來 對哦看一下他的那個 哦還沒有掉很多耶還好 可能就是 像暴龍之類的可能 只要打一下就會掉很多啦 這個 像我現在 面對的不是暴龍就比較沒有問題哦 我剛說要做什麼來著 哦大書櫃對不對 因為那個大書櫃的話 可以放的東西比較多嗎 啊我記得好像有個比較大箱子還是什麼 算了我就做這個吧 那這個要是不是可以丟了 那沒什麼用啊 那過去那邊不管怎麼都會忍啊 抓著火把也沒有用 衝啊 喂 你看什麼 我那隻白色的 白色的翼龍 好漂亮哦我去看一下 跟這個雪地好合哦 真的耶 蒼白的翼龍 是神獸嗎 他飛走了 他不理我 還是 他是急凍鳥吧 零 可以耶可以果然是可以的 意思就是說我可以把他給 這邊 我現在到處都可以亂放啊 我放到船上的話呢 哎 這船的邊邊這邊都可以放的是不是 那放邊邊一點 很好那如果說我開船的話 東西還會留著嗎 有東西還在船上太好了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太好了沒有錯 那就代表這這個重生點是可以 隨身攜帶囉 太棒 然後我的血量也終於又恢復了一點點了 可是 我覺得我還是等我的血量全滿吧 那既然有猿人在的話 我不用擔心吃那個食物的問題啊 因為他有猿人在可以直接幫我收集這些東西嗎 那收集的果實也是很快的 甚至叫他收集纖維也是很容易的 我跳下來 然後在這邊就收集纖維了 然後這些我身上還有這一點點的這些肉在這裡 再吃一片 那水呢旁邊也都是水 不會是什麼太大的問題哦 等我的血量呢 再恢復 然後我就要再去闖一次了 這次我看看能不能從 啊這旁邊吧 這旁邊的一個地方然後闖進去看看 或者我在旁邊再逛一下好了 在那上面我是又 打掉了一些那個恐龍嘛 所以 接下來應該會按照他本來的生成機率 然後生生出他應該要出現的恐龍 應該是這樣子啦 但也沒有辦法說確定就是那樣 畢竟還是要看到新的生物啦 還是比較好 但是也是最麻煩的一點就是那個 新的生物如果出來 我要在那邊馴服他的話 太冷了 如果要在那邊要馴服很久 待太久就不好了 這邊真的好難走喔這邊 走到這石頭上面去好了 像這樣應該就可以直接殺到那裡面去了吧 哦對了然後還有那個什麼 就是那個這個 這個這個我想要試一下的就是說 藍色吧 就這樣 所以 嗯我還是去那個光線底下好了 我要試一下這個玩意兒 好像是可以幫那個恐龍畫圖案的嗎 或者是幫自己已經馴服的這種生物畫圖案 欸 從這邊出去一下 好難出去喔 太難走 果然還是應該從我剛剛那邊走就對了 欸你看什麼 我在這邊剛好可以看到他的頭耶 可以摸他的頭嗎 哇 好漂亮喔 他怎麼掉了一點血 他的脖子上面有一個傷痕 他應該這個是掉了一點血的 好漂亮有沒有 哇 我在這邊可以看一整天啦 哈哈 很難得可以在這種角度之下 這麼近的距離 然後看到他這樣子 呃還存活著的樣子喔 他嘴巴裡面能不能看 你看 就這樣看著他的旁邊 哇 好棒啊 哇 哇 這麼一看就更有那個感覺喔 然後那個什麼 最近有那個 那個叫什麼 虛擬那個什麼 就是我們虛擬實際的那種頭照 眼罩有沒有 這個遊戲好像也是 支援的喔 就是說你可以戴著那個頭照 然後玩這個遊戲啊 應該會更加有臨場感吧 很有那種 侏羅紀公園世界的感覺有沒有 哈哈 好啦這不是 我不是 並不是重點 那個看風景不是重點喔 其實我主要是要混一點時間有沒有 讓我的血量可以恢復一點 好啦不要這樣不要這樣 我拿這個打他看看他是 是對他點右鍵還是 不是對他點右鍵 對他點左鍵嗎 他會不會有打傷啊 喔可以幫他 喔 可以隨便這樣子亂畫啦 等一下我沒有要畫啊 能不能重置一下 reset有沒有 等一下 我不小心 怎麼轉他的那個 我沒有要轉嗎 還是說我 我這個角度這樣子畫 然後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我 我怎麼轉他啊 我哪個按鈕可以轉嗎 幫他轉向的 我看一下喔 呃 左 左鍵是幫他畫圖 shift加左鍵呢 是就是輕微的幫他畫畫畫畫一下 所以shift加左鍵是 輕微的話 真的是輕微的嗎 Ctrl加右鍵是刪掉 OKOK這樣可以刪掉 這樣會消耗一些我的墨水 其實也是會消耗的 所以先幫他刪掉好了 這個不好意思 幫你聞的聲 隨便幫你亂聞聲也不太好 他好像沒有講說要怎麼幫他 幫他轉身怎麼辦 對啊 我沒有幫他轉身 另外那邊我畫不到嗎 這邊 像這樣子呢 對啊 我可能要再去查一下 喔 喔 可以轉了可以轉了可以轉了 哈哈哈哈哈哈 喔 我們之後呢再來玩這個 看要怎麼幫我們的這一個 圓人呢畫一些什麼樣 奇怪的圖案 Ctrl加左鍵 就可以那個 這樣子轉身了 他這邊居然沒有膠 他只Ctrl加右鍵 沒有Ctrl加左鍵 好啦 我們下一集再說吧 下一集的話 可能也還是先去 探索一下 那個裡面的狀況吧 等一下 我吃肉怎麼還有那個 奇怪的東西上升了 那個是什麼東東 對啊 我不知道我那個 怎麼奇怪的東東上升了耶 奇怪了 欸 真的蠻奇怪的 而且吃肉那個補充的 好像還蠻快的 就一瞬間就會補充到那個 肉該有的那個保實度量 不過肉看來 並不能夠撐太久這樣子 好啦 那我們 他的屁股這邊 他的屁股這邊還有一些藍色的 我再幫他看看他怎麼辦吧 到時候再說 對不起了 不小心把一些顏料 站在你的身上 好啦 我們這一集在這裡先結束了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回再見囉 掰掰